明安大家好 歡迎收看瞬間看獨贏的環節 世榮跟大家說 3T長次的難度是太少或太多 贏過的馬很容易就會出現爆冷 因為贏過的馬很多人有實力 你未必是賢滿那隻贏 太少那兩隻失準 很容易走一些古靈精怪 曾經贏過的馬 爭了情轉了情 在路程又可以發揮 在這裏用堅持賽賣APP 跟大家很容易找出來 大家都可以試一下下載 免費用 試一下調次序 你會容易找到你想要的冷門 有時拖腳或選冷腳四連環 不要漏掉這些馬 未講之前未訂閱這個頻道朋友 右下角有顆四星龍珠 按下去可以訂閱這個世榮香港人賽馬頻道 立即帶大家看看 今次有甚麼馬大家要留意 由頭長頭關 次關頭一隻 總理曾經贏過1650賽事 叫做一次那麼多 都給黃心看看行不行 另外赤馬洪峰厲害了 路程專家贏了七次 看你信不信 潘頓不用蔡名少 死磅少一點 但怎樣都要給黃心 包裝大獎很準 四次有三次入Q 兩次WIN 都要給黃心 波爾多沙田就贏過1400 增程落 泥地又不佈 走來補1650 那麼有趣 贏過都沽車給你 剛剛新勝 狂舞拜都是路程專家 現在還很強 1600、1800 一樣拿手 給黃心 然後合火芙蓉 新一些 三歲仔、四歲仔 進步一下 保賢得得 都是新勝的 這個路程上算是準 看看莫萊拉 怎樣幫方仔發揮這隻馬 合火芙蓉剛才說 只是一個近字 變數都報了很久 但1200才找他 1400、SATIN都行 1650真的要考慮一下 放是應該放到的 給紅心 曾經贏過也不算太差 另外後面 起快起不到快 金象非凡 贏沙田就行了 但田草轉谷草 是不是真的這麼好 要考慮一下 講完這堆馬之後 你會發現同場未贏過的馬 其實只有兩匹那麼少 即是證明什麼 很多馬 五隻贏過 起碼都是核心 另外就是 配腳 大家都是贏過轉程的馬 想一下蔡翰 到底升降班 有時大家要考慮一下 節目時間差不多了 明天還有精彩節目 多謝大家收看 萬安 拜拜 拜拜 感谢观看